大家好 又到了瑞涵說財經的時間 先幫您檢視上個禮拜 軟姐提醒您的經濟數據幫您做檢查 台灣外銷的訂單 包括了美國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GDP 全部都公佈之後 發現到去年12月份 我們台灣的外銷接單沒有辦法拉出 連二紅 翻是紅翻黑 去年12月份的外銷訂單是負的16% 不是只有一個月一整年下來 全年的外銷訂單也是負的15.9% 如果我們細看 光12月份 接單的細項包括了接單的市場啦 接單的產品別等等 沒想到我們外銷接單的市場 既然只有東協年在32.4% 其他的包括了美國 歐洲 日本 都是年減 而且減幅頗大的兩位數字2到3成之多 我們外銷接單的貨品別何尝不是呢 包括了自通訊 電子產品 光學器材 還記得上一集嗎 軟姐檢查了11月份的外銷接單 這些的產品貨別都是成長的 沒想到12月份全部都往下掉 它只證明一件事情 終端需求實在是太弱了 那為什麼這麼弱呢 因為全世界經濟成長復蘇力道 是慢的 是緩的 還有一點 麻煩你往上看 看到重點了嗎 去年一整年我們外銷訂單金額 5610.4億美元創下歷史第三高紀錄 換句話說 我們的外銷訂單出口的產品別 是有實力在的 現在就等 等 全世界的重災需求能夠拉強 全世界的經濟成長復蘇力道能夠再加溫 講到經濟成長 美國第四季的GDP終於公佈了 如果以年增率來看 第四季GDP是3.1% 可是呢 如果看的是 激增年率 去年第四季的GDP也公佈了喔 去年第四季GDP激增年率是3.3% 年增率是3.1% 沒關係 全部都過了3就達標了 還記得任天提醒嗎 只要美國第四季的GDP能夠超過了3% 意味著美國的經濟是溫和成長步調當中 而且更讚的是看右下方 也就是呢 在第三季的時候 那個GDP主要貢獻來源來自於居政府支出 但第四季完全不一樣了 反而來自於消費 我說過 美國的消費動能 貢獻的GDP高達7成左右 68.7% 您注意到了嗎 第四季成長最多的是在消費動能 反而政府支出投資是往下掉的 但沒關係 只要它的GDP能夠保住3 就代表美國經濟是穩穩加溫當中 那麼這個禮拜呢提醒您 要看2月1號禮拜四 美國SM公佈的1月份製造業財富經營指數 台灣1月份的製造業 PMI也是一樣要公佈的 另外呢 美國聯準會非常的重要 立地決策會議禮拜四喔 還有禮拜五 1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以及失業率會在 禮拜五Friday來公佈 趕緊看一下禮拜四的 美國台灣1月份的製造業 採購經營指數 先講一下什麼叫做 PMI 採購經營指數 分為製造業 攸關於外貿 還有服務業 攸關於內需 加速起來叫做綜合 PMI 無數以上成長擴張 無數以下微縮衰退 因為呢 要公佈的是美國跟台灣 換句話說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日本跟歐洲 是已經公佈的1月份製造業 PMI 但又如何呢 不管已公佈或未公佈 你發現到了嗎 我幫你畫了一條虛線 也就是呢 智美歐台 全部都是在2022第四季之後 跌破了50融合線往下 接下來耳後這麼長的時間都在50以下 載服務載成 所以麻煩您第一個重點盯著看 美國呢 它的製造業 PMI 1月份講出來的數字 能不能從47.4 越過了50大關卡 為什麼認真會說越過了50大關卡 因為你們畫面上所看到的 藍色那一條是美國 ISM公佈的12月份的製造業 PMI指數47.4 ISM是供應管理協會所公佈的數字 但是呢稍早之前 標普全球就是SMP Global已經公佈了1月份的美國製造業 PMI 是50.3喔 樂觀的數字越過了50 所以端看一下ISM公佈的數字 是不是一樣能夠越過了50大關 另外一個就算這些的國家這些區域 全部都在50以下製造業 PMI 但是呢 日本還是最高的48 1月份的製造業 PMI 那是因為 日元走扁之下 日本的外貿出口明顯的轉好 在製造業 PMI才會是最強的 另外禮拜五看到了美國1月份的 非農就業數字 其實說到1月份的非農 得看一下去年12月份的非農呢 來到了21.6萬人還不錯 連續兩個月非農數字是往上揚的 而且呢去年11 12月份的失業率 也頂在3.7%持平 沒有上也沒有下 所以咯 您覺得美國的就業市場 這樣子叫做好嗎 還不盡然 請往前看 我不是幫你換了一個30萬人的那條線嗎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的就業市場要真的穩中透強 加快速度GP往上 那麼非農就業人數就應該要靠近 或越過30萬人 前段時間 而且那一段的時間當中呢 他的失業率 是在3.5%上下 是掉下來的 換句話說 如果公佈的數字 是非農30萬人 靠近或以上的話 再加上日後觀察失業率 再掉到3.7%以下 那意味著 美國GDP 經濟成長率是好中之好 可是好也麻煩 什麼麻煩呢 連主會擔心了 三個情境做觀察 第一種情境 因為美國經濟成長率 真的很好 所以呢 連主會千萬不能太早降息 如果太早降息 小心通膨率 會進行反撲喔 N型反撲 不要以為不可能 之前我說過了 美國12月份的CPI是3.4% 比11月份的3.1%還要來得高 去年後面兩個月的數字 所以咯 連主會應該會傾向第二個情境 就是呢 美國經濟很好 然後呢 保持高急檢利率 5.25%到5.5% 這麼高的急檢利率 一段長的時間 等 等什麼呢 等美國的通膨慢慢的往下掉 控制好控制穩 掉到3%以下 或2.5%以下 這叫做控制好控制穩 那個時候再把急檢利率降息 降到了常規 這才是OK的 但如果你有去看 最近媒體一些的報導 出現了第三種情境 這第三種情境就是呢 經濟轉好不用怕 因為經濟好企業賺錢就越賺越多 完全不擔心呢 救援利率再高 成本負擔增加 所以呢 他負擔得了 利息高之下的支出成本增加 更何況還可以 太弱留強 換句話說 在高利率之下 留下來的企業都是強者 好的好企業 那麼如果是不降級之下 美國經濟還能夠好 通膨可控 所謂的可控 就是CPI能夠控制在 2.5以下 靠近2% 那麼將會換來 更穩健的 美國經濟成長率 就到這 也許你會問亂解 那到底聯準會怎麼做呢 趕快看一看 他會怎麼做 禮拜四呢 美國聯準會就公佈了 利率決策會議的結果 大家都在等降級的情況 今年1月4號公佈了 聯準會的會議記錄 和平數報告 其中寫著 與會成員基本預測都表明 到了今年年底 比較低的聯邦基準利率 才是合適的 這意味著可能到 今年的下半年 或靠近年底的時候 降息 聯準會覺得那個時候 才是妥當的 所以請看 為什麼叫做研判呢 那是因為 如果要知道聯準會什麼時候降息 要看兩個重要的訊號 一個就是軟件剛剛說的 公佈了去年第四季的GDP 果然超過了3 既增年率的第四季 或者是年增率 全部都在3以上 第二個訊號就是PCE PCE個人加分支出物價指數 畫面上看到 藍色這一條是PCE 橘色的棒子是核心PCE 照看藍色那一條 其實還不錯了 從2026月份7.12% 掉到了11月份12月份 因為PCE已經公佈了 所以去年的11 12月份 都已經知道了 就在2.6%上下左右 PCE其實達標的破3了 但核心PCE 照看也不錯 2029月份的5.47% 掉到了11 12月份 是在3%上下的數次 可是呢 當你仔細看 又覺得怪怪的 因為聯準會都透過了核心PCE 來判斷我要不要升降息 結果你看喔 橘色的棒子 竟然核心PCE 破了5%之後 它在4% 停了8個月的時間 破了4%之後 它在3% 停了4個月的時間 換言之 這就呼應了 蘭姐之前提醒的 美國生息一直通膨 但通膨的黏制性 僵固性 您不能忽視 如果公佈的PCE 它真的是破了3% 那也還不錯 請看結論 去年GDP第四季的時候 年增率3.1% 記載年率3.3% 經濟豪再加上 核心PCE在3%以下 那就等同於通膨控制的還不錯 所以咯 聯準會是可以降息的 但真的很快嗎 告訴您 聯準會降息的時間 將會是很難判斷 因為通膨控制的還不錯 就怕GDP往上 那通膨會不會反撲呢 所以華爾街現在才有言論說 聯準會最快會在5月份降息 那我們就觀察看看 可話又說回來 核心PCE一次跌破了3% 如果耳後又回到3%以上 當然就不行 因此提醒您 去年第四季GDP已經超過了3% 經濟的成長會帶動通膨往上 核心PCE如果耳後又回到了3%之上 那麼確定的是 聯準會降息的時間 多數的機率應該就會往後延了 所以請您多觀察 開始幫您進行結論了 禮拜四這個禮拜多看一下 美國1月份製造業PMI 會不會越過了50以上 然後禮拜五盯著非農就業數字 是不是往30萬人來靠近 然後失業率呢3.7% 有沒有辦法往下掉呢 最重要的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因為GDP和包括PCE兩個數字 我們都是已知的 所以聽仔細了 在這場會議當中 聯準會說些什麼話 他說的話內容 亂安姐會在下一個禮拜天 解讀聯準會的說話內容 積極鎖定瑞涵說財經 那麼明天帶您關心 很多人都喜歡定期定額 您知道嗎 四種人集是最適合定期定額的 幫您試散 定期定額到底終究能夠累積多少財富呢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到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詐騙超級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LINE群組都是詐騙 請拋答165反詐專線求證 請拋答